经济学人智库发表报告 做出十项可能对明年全球经济增长 以及通膨带来最大风险的情境预测 其中包含中美关系恶化 使得全球经济脱钩 以及两岸爆发冲突 迫使美国介入等 而分别预测两者发生的可能性 是高以及低 香港经济日报报导 疫情经济复苏持续 明年全球GDP按年增长大概4.1% 但是不同地区的复苏速度 可能会有巨大差异 经济学人智库报告列出 全球十大风险情形 根据卢头社报导 其中对全球经济影响最大的四项情形 分别是中美关系恶化 使得全球经济脱钩 中国房地企业崩塌 导致全球经济急剧放缓 新的变种病毒出现 并且证明对疫苗有对抗性 以及两岸爆发冲突 迫使美国介入 报告表示 中美正在争夺全球影响力 美国总统拜登正试图说服 志同道合的国家 对中国施压 包含在贸易 技术 金融 跟投资领域做出限制跟制裁 迫使一些市场跟企业要选边站 而在极端情况之下 这或许会导致中立立场在经济上面无法立足 将市场二分为支持中国以及支持美国的阵营 至于近期备受市场关注的恒大危机 外界忧虑会导致金融市场的危机 报告认为中国仅仅控制金融市场 其愿意介入并且救助恒大 代表国家拥有隔离财务困境的工具 而且可以使大规模的金融危机不太可能发生 不过许多中国房地企业均有类似的高负债情形 如果楼市气氛恶化 导致行业出现一连串的违约 情况或许会更加难以控制 恐怕会令楼家崩盘 投资收缩 中国政府要出手救助银行跟家庭 而家庭财富也会受到重创 如果出现以上的情形的话 将会拖垮中国实质GDP增速 将近6到7年的常态时间 而中国增长疲弱将引发全球经济下滑 大宗商品出口国尤其会受到影响 至于两岸关系方面 报告预测北京应该不会对台湾展开直接冲突 因为美国可能会介入 近期美台关系升温 使得中国军机不定时的进入台湾西南空域 而这些演习增加军事误判的风险 例如战斗机意外碰撞的机会 报告认为两岸一旦发生冲突 将会摧毁台湾经济 包含全球供应链所依赖的半导体产业 同时还可能引来美国澳洲跟日本参与的风险 为全球冲突埋下伏笔 带来灾难性的经济后果 中国海事局透过官媒新华社宣布 中共首骚万顿级的海事巡逻船 海巡09 23号在广州裂边 能够加强中共在南海争议海域的执法能力 二日前 中国全国军备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习近平才下达指示要加紧建造武器装备现代化管理体系 全面开创武器装备建设新的局面 为实现2027年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做出积极贡献 综合媒体报道 海巡09是由广州温充船舶舶修建有限公司 在2019年5月开始打造的 并且在2020年9月下水 该船总长度为165公尺 排水量为1.07万吨 每小时航速可以达到25节 陆续每小时16节的航速可以航行超过1万海里 并且可以在航行超过90天 海巡09已经在10月23号正式在广东省广州市列边 期盼可以增加中国在海上巡逻跟执法的能力 而日前中国全军装备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总结了43517武器装备建设的情形 还部署了145武器装备建设的任务 就建设武器装备现代化管理体系进行研究跟讨论 隋英平在会议之中强调 1357解放军武器装备建设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取得历史性的成就 为了提升国家战略能力 特别是军事实力的提升 提供的坚实物质的技术支撑 另外根据新华社的报导 习近平当天下午还参观的国家435科技创新成就展 同时参观的北京展览馆 展览之中以创新驱动发展 迈向科技强国为主题 通过1300多件实物 200多件模型等 集中展示了中国435以来取达的重调科技成就 而在影像经济主战场的展区 重点展示了中国新一代人工智慧开放创新的平台 精华号国产最大直径顿机构等 并向国家重大需求展区 则展示中国空间站的模型 火星车 嫦娥5号以及奋斗者号等 中国前段时间出现暴雨天灾时的中国蔬菜价格持续飙升 出现菜比肉贵的现象 在令人惊讶的同时也加剧大家对食品价格的隐忧 而此外中国在电荒煤荒之后 现阶段又出现柴油荒 多地加油站出现限量加油 纵横媒体报导 中国北方9月跟10月初大部分地区降雨量异常的大 蔬菜种植地区第一大省山东无法倖免 中国受光蔬菜价格指数显示 菠菜批发价9月底还是每公斤6.67元 而截至本周二已经升至16.67元 最近几个礼拜西兰花、环瓜以及选星菜价格也上涨一倍之多 蔬菜价格暴涨是目前中国社群平台微博上面一个热门话题 许多微博用户抱怨现在蔬菜的价格比猪肉还贵 而在通膨受到许多关注之际 这样的涨势也让北京政府倍感忧心 他们希望在冬季来临之前确保充足的供应 北京市政府礼拜二的时候还表示 从上个月以来 北京蔬菜平均批发价格已经上涨39.8% 一些夜菜的涨幅更是超过50% 北京有关部门警告 未来几个礼拜蔬菜价格可能进一步的飙升 因为气温下降跟能源价格提升提高运输成本之际 北京市将进一步向南方采购蔬菜 蔬菜价格高气不太可能会堆高整体消费价格的通膨 但是目前飙升的燃料成本似乎将转嫁给消费者身上 除了今年创纪录的化肥价格之外 能源价格上涨也堆高了温室的营运成本 近年以来中国煤炭价格上涨将近190% 此外中国在电荒煤荒之后 现阶段又出现柴油荒 陆地加油站出现现当加油 由于全球供应链吃紧以及美国燃料需求走强 国际油价已经触及多年来的高点 对于柴油紧缺的问题分析指出 天然气跟煤炭短缺导致电力市场 对石油产品的需求增加 石油需求前进持续向好 此外也有分析指出煤炭持续高价 导致国家电网对高耗能企业限量供电 企业烧煤不成便采用柴油发电 或是作为材料进行生产 也造成相关产品需求增加 全球气候峰会即将登场 中国官方今天发表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跟行动白皮书 宣称已经超额完成13.5减炭目标 并且将会落实国家目标 强化温室气体的排放控制 综合媒体报道 白皮书指出中国在经济社会 持续健康发展的同时 碳排放的强度显著下降 中国碳排放强度比2015年下降18.8% 超额完成13.5约束性的目标 比2015年下降48.4% 超额完成中国向国际社会承诺的 到去年要下降40%到45%的目标 目前累计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大概58亿吨 其中扭转的二氧化碳排放快速增长的局面 白皮书也介绍中国能源生产 以及经济消费取得的显著成就 2020年中国非化石能源占据能源消费 总比比重提高到15.9% 比2005年大幅提升了8.5个百分点 而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规模 占总体发电的比重达到44.7% 其中光伏跟风力发电的装置容量 到2005年分别增加3000多倍以及200多倍 白皮书还表示 中国是全球能耗消耗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 初步核算 2011年到2020年 中国能耗强度累计下降28.7% 13.5期间 中国以年平均2.8%的能源消费增长 支撑了年平均5.7%的经济增长 节约能源约占据同时期 全球节能量的一半左右 同时能源消费结构向清洁低碳加速转向 煤炭排放占消费总比的比重 由2005年的72.4% 下降到2020年的56.8% 白皮书还表示 中国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 中国新能源汽车生产跟销售规模 连续6年位居全球第一 连续8年成为全球最大新增的光伏市场 新型储备能源装机模组位居全球第一 白皮书还指出 中国持续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 是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 以及人造面积最多的国家 成为全球增力的主力军 同时节约适度绿色低碳 文明健康的生活 也成为中国社会新的风尚 中国持续限电冲击制造业 中国总理李克强今天主持 周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决定对中小微制造业 个体工商户以及煤电 公乐企业实行阶段性的 减税缓税举措 并且指示研究对市场主体的 减税政策 综合媒体报导 会议指出制造业是 经地实体的重要基础 中小微企业跟个体工商户 也是市场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发展经济 扩大就业 改善民生等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 要依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 进一步做好六保 特别是保就业 保民生保市场的主体工作 会议还提出 要对制造业小微企业的税款 全部缓税 对制造业中型企业的税款 依照50%的缓税 而特殊困难企业 可以申请全部缓税 缓税政策将从11月1号开始实行 到明年1月申报期结束 预计可以分为制造业中小企业 缓税2000亿元人民币左右 另外为了舒缓煤电 供电企业经营的困难 对其今年四季度的税款实施缓征 预计缓税170亿元左右 而上述缓税延期缓纳时间 最长为三个月 国务院常务会议还决定 延长境外投资人 投资境外债券市场 税收优惠的政策 促进对外开放 以及吸引外资 会议还指出要坚持扩大对外开放 发挥国内大市场的优势 加大吸引外资的力度 鼓励更多外资通过这一件市场 参与中国的发展 会议还要求有关部门 要做好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 备案的工作 同时强化市场监管 遏止操控市场等 违法违规的行为 中国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 10月26号批评表示 美方在任意拘押方面 劣迹斑斑 还指控华府一手 跑制中国电讯设备商华为 副董事长孟晚舟被捕的事件 更是典型的任意拘押 综合媒体报导 耿爽发言表示 谈到任意拘押 就不能不谈到 美国在这方面的劣迹斑斑 他举例美国在关塔纳摩监狱 长期拘押大量的嫌疑犯 而一些刑犯没有经过法定程序 裁判就被五前期的拘押 并且持续遭受到酷刑跟虐待 美国还任意拘押无辜的移民 强迫移民儿童跟其父母分离 导致无数的家庭破裂 跟上来表示 美国一手炮制孟晚舟事件 更是典型的任意拘押 而且事实早已经充分证明 对孟晚舟女士所谓的诈欺 指控纯属捏造 就连被美方指控为受害者的汇丰银行 也出示了足以证明孟晚舟女士清白的文件 这个事件是由美方推行 单方面制裁跟长臂管辖造成的 是针对中国公民的政治迫害 严重违反国际法尊重人权 正当行使国家管辖权 以及不干涉内政 相互尊重主权的规则跟原则 其目的是为了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 遏制中国发展 属于赤裸裸的单边霸凌行径 他同时还警告加拿大 指控加拿大也在其中扮演非常不光彩的角色 加拿大方面应该深刻反省 汲取教训 而不一定要打着讨论法律问题的旗号 政治操弄任意巨押的话题 耿爽还表示 在尊重国际法的问题上面 美方跟家方要做的不是对他国之手画脚 而是要放下傲慢跟偏见 并且双重标准 正式检讨自身存在的严重问题 确实采取维护国际法治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 分享 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更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